自从两弯过屋之后 就再也没有关心过北宜的天气了 昨天张琪在群里面问大侯说 今天早上要不要上山来个早餐杯 那确实从南回之后大家都没有聚了 我说齐弗莎上山要干嘛 他回我 他的阿湾也不在啊 那好 大家就上山散步吃早餐吧 以前出门的时候总得再三的确定 天气到底如何 一定要确定不会下雨 才会决定该穿什么衣服鞋子出门 那现在全部都不用 甚至连置物箱里面到底有没有放雨衣 我都不太在意 休闲装一穿啊 就出发了 甚至把我逛街专用的随身大包包 直接就往车厢一扔 完全不用考虑要不要戴太长眼镜 要不要戴皮夹 要戴长皮夹短皮夹 无所谓 车厢一扔就出发 一直到大汉桥之前的这一段中正路 一直都是我很痛苦的路段 除了有复杂的路况之外呢 还有内心的纠结 到底是要小吹一下 还是要再忍一下 因为早上的中正路总是有那么几段路 可以让你稍微开一下油门 骑着小天使 你就听着音乐 无聊的时候玩一下风景 没有多久 大汉桥就到了 接下来的一段高架路段呢 可以到达BOSA最舒服的速度 80公里 然后升起那加高了10公分的风镜 那脑轮的风罩就几乎没有了 可以舒舒服服的听着音乐 然后也没有红绿灯 就这样一路一直到了区间 我心里想就这样骑着 就算是区间也无所谓吧 但是我错了 还是很讨厌 因为得不时的看着时速表 这真的是这么一段路以来 让我觉得最讨厌的 居然还是这一段区间厕所 笔直的道路 你却没办法专心的看着前方 你反正要一直低着头 有车子追上来 我会觉得 到底是我慢了还是我快了 一路就这样一直盯着时速表 所以整段路 骑起来最难受的 还是这一段区间厕所 过去假日的北宜 除了偶尔参加一下那种 一大早的早餐杯之外 我是尽量不会在假日上北宜的 一来车真的太多 骑起来也累 再来就是躲猫猫的血涨 真的很多啊 即便是真的车流顺了 我骑得也不快 所以上山老是觉得在挡别人的路 所以索性就不上山了 那今天的北宜 情况也跟印象中的差不多 同行仿赛的伙伴呢 没多久就飞快的离我而去了 但是他们也没多久 又被车阵挡下来 心里是有那么一点 幸灾乐祸的样子 反正你也跑不快啊 就这样的路况 说真的还蛮适合 骑这种FOSA小天使上山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觉得即便是以后 假日都上来吃早餐 也是一个蛮好的选项啊 一般我们上山就去两个地方 一间就是 Ling House 另外一间就是这个 东木河 如果去Ling House的话 都会吃他的咸猪肉饭 如果是东木河的话 就会浇一杯饮料 跟厚片吐司 那我已经听张奇介绍我 东河的奶茶 老奶茶 非常特别 但从疫情前 我们就约了好几次上山 不是我们没有来 要不然就是东河没开 那今天可真的让我逮到机会 可以来品尝一下传说中的 老奶茶 看起来是为 这边 那边是指导的 好 来哦 谢谢 到这边 我为什么要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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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的 因为啊 这很注重那个 注重哪个 要传播病 要传播病 先倒一下 我怎么觉得今天 骑上来这个速度 都有来讲刚好 哈哈哈 你还喜欢这个速度吗 我觉得我应该 不要买那么快的车 就没事了 我还是不行 那我下次也要骑 400 400 不行啦 要300 那個什麼事 三一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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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Maising嗎? Maising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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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sing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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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兒昨天叫我不要再幫你拍成瘋子 不知道為什麼我都問了 因為這是我跟她說的 有啊 那截圖給我看 然後我們要吃咖哩 咖哩雞肉飯 我也吃咖哩雞肉飯 還有一個咖哩雞肉飯 啊這個是什麼 那個...我們都是照拌家版 謝謝你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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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 咖哩 張奇推薦的咖哩飯 你推薦的咖哩 他好像很好吃 而且他肉又很嫩 適合我這種肉 你記得布哥跟那個誰說 跟弟弟說嗎 說什麼 你都覺得... 你都覺得... 你都覺得稀稀的讓我笑 我快覺得要看起來這樣 我現在我的耳機上上不起來 呵呵呵呵 不一樣 他也被騙 我們以前年紀的稍微 欸問題...問題就在這句話了 沒事啊吃爛吃爛 早吃爛吃爛 小豬這一杯是什麼 克爾畢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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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無言 克爾畢詩 哈哈 他的去兵啊 傳說中文老奶茶應該要來 也有一天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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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還有去別的地方嗎? 其實... 有吧! 喝完奶茶之後就是去廁所了啊 招牌然後奶茶 招牌然後奶茶 對 因為我有點想完成 我覺得沒完成的夢想 什麼夢想 你們要走106 80100 但從這邊怎麼是要去106 我實在是不知道 從哪裡後面 可以嗎? 可以 所以這個是拿來跟那個鹹豬肉飯PK的嗎? 不一樣本質 不一樣的?不一樣喔? 他那邊有那個... 林浩斯也有那個米肉飯加蛋 而且50 這邊65 好專業喔 他這間味道也很好 他以前更好吃 以前更好吃 哈哈哈哈 沒有,人家對焦很快 人家對焦很快 好不好現在 哈哈哈哈 好可怕喔 我自己來的時候都叫那個 就是花生毒水 對 他這個飯一顆一顆的 這種飯會喜歡 我不喜歡黏在一起的那一種 你看這幾顆都超熱 然後前兩個月又雨季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應該是9月的時候買車 然後騎到大概4月就來賣 對 應該是這樣喔 差不多啊 我想要買到車是不是問題 是有沒有你要的價值 我真的覺得這樣 美好的天氣 愉快的一個上午就在這種 沒有意義的打屁中度過了 也認識了一些新的朋友 騎著FORSA上北移 其實沒有想像中的難受 也沒有想像中的失落 不用去想著路彎要擠檔 路線要怎麼搭配 反而有種休閒的輕鬆感 只是 要走的時候 忽然被問到 你今天騎什麼車上山 我卻有點說不出口 倒不是什麼丟不丟臉 或者是嘴臉的問題 而是一種好像 好像已經不是這個 圈子一份子的愧疚感 但是不是沒有騎檔車就算退圈了 我會不會就這麼退圈了呢 我在這個圈子裡嗎 真的有這個圈嗎 唉 騎車吧 別想那麼多 不騎車的話 我們下次見